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五妹 今天我们聊聊台湾 蔡独最近表态称 接下来台立法机构将会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 何为中共代理人呢 就是指台湾那些与大陆互动或保持联系的个人 法人团体或机构等 蔡独当局为什么推动中共代理人修法呢 这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需要 是蔡独的参加选举的需要 是美国借台独折腾中国的需要 蔡独的表面理由是 为了严格规范人民 法人团体或机构 为中共进行危害台湾安全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 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 要助劳所谓的台湾防线 防止中共向岛内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 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立法 动用公权力打压在蔡独看来一切有利于大陆 主张两岸统一的言论和行动 打击台湾的促统力量 继续政治追杀国民党 阻断包括台国民党在内的 岛内所有其他政治派别或力量 与大陆的接触及两岸的民间交往 彻底隔绝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让台湾变成一座对大陆而原的孤岛 蔡独修法成功后的危害性是有哪些 一一旦台独修法成功之后一切主张两岸统一 包括主张认可九二共识 甚至是别无他意 由衷赞美和褒奖大陆的言论都有可能被认定是中共代理人言论 而遭到无情打压 持这些主张和发表这种言论的人 有可能被罗知相关罪名并遭到政治迫害 二一旦台独修法成功 不仅在台关于两岸表述的积极言论自由将被打压 两岸的正常交流交往也将会被阻挠限制 尽管台独民进党因拒绝承认久而共识 自我封死了与大陆对话和接触交流的空间 但在台除了民进党独派外 许多其他党派政治力量 尤其是普通台人 长久以来一直与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 岛内的政党组织企业或个人 经常前来大陆参加国共论坛 海峡论坛 博鳌论坛 两岸企业家峰会 两岸媒体高层峰会等等 台民也常来大陆求学 购物旅游或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 修法通过并附主实施后 那些来路参加交流活动的党派 政治力量和个人 都有可能被贴上中共代理人标签 他们的言行将会严重受限 甚至完全被阻止 进而遭到迫害 为了阻挡两岸各领域正常交流往来 蔡独当局一再在事关两岸民众交往的一些关系法上 动歪脑筋下黑手 比如 由中国科学自2002年开始发起的 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 其中玉山计划每年邀请台湾学生赴大陆实习 但蔡独当局的教育部门发函要求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两校 将此活动网络公告下架 对于领取了大陆居住证的台湾人 蔡独当局要求必须登记 若未申报 你罚新台币1到5万元 今早5月份 蔡独当局通过了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改增定 内容涉及的两岸政治协商 签署政治协议前 需经过台立法院双审议等流程才能签署换文 并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生效 无非就是变着法子威胁台湾民众及团体 勿轻易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 并禁止参加一国两制协商活动 今年6月1号和23号 又两次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禁止岛内的退役将领与高级别官员 到大陆从事所谓的政治活动 现在搞中共代理人修法 无非就是蔡独当局要把禁止与大陆交流交往的对象 扩大到了岛内的所有个人 法人 团体 或机构等 三 一旦台独修法成功 岛内承认久而故事 主张两岸统一的媒体 媒体人和出版的媒体再提等 都将遭到进一步的打压 更多的媒体平台将被封杀 更多的媒体人将被噤声 台湾知名媒体人黄志贤的遭遇 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黄志贤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主张两岸统一 反对台独对遭台独势力攻击和打压 其主持的政论节目《夜问打拳》 最近也因蔡独当局的打压而被停播 这一切还是发生在蔡独推动修法开始前 一旦修法成功 蔡独政权势必会更加疯狂 可以看出蔡独当局的此等做法 于始于1950年 终于1954年臭名昭著的美国麦卡锡主义 从1949年5月开始搞 到1991年才结束 和两讲稿的长达42年的政治迫害运动 没什么两样 均属于白色恐怖主义 麦卡锡主义是恶意诽谤 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 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 典型的特征是反共排外 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 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 上百万人受到清洗 被忠诚小组秘密抓捕 暗杀 关押 失踪的美国人更是不计其数 两讲的政治迫害运动 是当年为防止中共在台湾扩散和下阻台湾人民追求进步 通过了政治叛乱条例 以及动员贪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 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 搞起了纵容情治单位机关网络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 在戒严时期 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 达29407件 无辜受难者约达14万人 然而 据司法院透露 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 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计算 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 他们就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 光是从1950年起 前五年 蒋政府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个至5000个 甚至于8000个以上的本省和外省的所谓匪谍 知识分子 文化人 工人和农民 并将同样数目的人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 这就是被称之为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 为什么说蔡独要搞的修法与以上两种政治迫害运动没什么区别呢 因为一旦修法成功并附属实施 蔡独当局就可以以中共代理人罗列罪名 打压 打击和迫害立场与民进党不一致的台湾任何个人 法人 团体 或机构 取缔一切认可 久而共识 主张两岸统一的宣传 结社 组织和集会 最终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所有联系 在具体的审查甄别的过程中 中共代理人这一概念将被犯化 受害的群体将会扩大 许多台湾个人 法人 团体 或机构 或将都被扣上充当中共代理人 危害台安全或社会稳定的莫须有罪名 甚至包括那些没什么政治立场和主张 但不认同民进党立场和主张的台湾人都会被迫害 因为蔡独当局推动修改的这个中共代理人法概念 宽泛而模糊 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 这意味着所有跟大陆有接触的台湾人 包括那些未跟大陆有接触 但不认同民进党台独立场的台湾人 概括起来 其实就一句话 所有蔡独当局看不惯的台湾人 都有可能被扣上中共代理人的帽子 会不会被打成中共代理人 并受到迫害 完全取决于蔡独当局的意愿 而非表面推动修改的所谓中共代理人法 这不是白色恐怖 是什么 蔡独当局此举就其本身来说 是为了进一步追杀台国民党 在政治上打压包括台国民党在内的所有台政治势力 孤立并逼迫这些民进党以外的政治派谍及台湾民众 选边站队到民进党这边 因为任何不赞成或与民进党立场和主张不一致的个人 法人 团体或机构都有可能示威或打成中共代理人 地球自保和身边人安全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居服于蔡独当局的淫威之下 被迫选择站队民进党这边 蔡独这招可谓刁毒 做法难看 嘴脸卑劣 有网友称 这是独派民进党在权力下架前上演的最后疯狂 对于网友的这一观点 疯狂倒是真的 至于独派民进党权力下架一说 我们的看法与部分网友有所不同 网友之所以得出独派民进党会遭遇权力下架 应该是依据已经开始的台湾2020选举造势 民进党的选情不乐观 蔡独的支持率在持续下滑 即台湾的民意支持不利于民进党 蔡独2020选举交权是大概率的事 个人看法是 台湾民意民调这玩意儿看看就好 不必当真 更不要信以为真 在台湾 谁当代理人 不是台湾所谓的选民说了算 是美国说了算 所以所谓的台湾选举 那不过是走过程的表演罢了 所谓的台民意民调那都是屁 对于台湾政治生态中的所谓蓝绿之争 所谓选举中的民意 这些无聊透顶的东西 建议政府和民众不必太关注 更没必要太过看重和把它当回事 大家也看到了 所有想在台政坛的脏泥污水中 混个人模狗样的 尤其是想爬上台湾地区领导人最高位的 必会先去美国跪拜 马英九 朱立伦 蔡独如死 所谓的台政治清流 韩国瑜 政坛新秀 郭台铭等也是如此 只有到美国摇尾起连 他有可能得到美国主子的赏识 只有得到美国主子的首肯 他们才有问鼎台权力宝座的机会 看清楚了 只是有了机会 最终能不能爬到最高 还有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从地缘博弈方面看 美队中现在唯一还算撑得上手的牌 也就剩台湾这张了 对于蔡独来说 如果在特朗普政府打台湾牌时 配合的足够好 那么即使其在台内部的民调是零 甚至是附属也无所谓 照样可以继续当代理人 事实上民调为零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出现 因为在台本身独渣就为数不少 民进党的支持率不会低到难看的地步 更主要的是 所谓的民调和支持率是可以造的 台媒和统计机构受控于美籍他们的代理人 需要什么样的民调和支持率 他们自然会造出来 更知道怎么造 如果蔡独配合的不好 或表演的过头了 亦或是中美博弈形势 不容许美国继续纵台独疯狂挑衅 那么民进党交权也就成了必然 蔡独当局现在之所以疯狂跳腾 是因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 这是美国折腾中国的需要 特朗普政府相较于美国以往政府 对中政策更激进 打起台湾牌来 胆也更肥 主子要闹 狗弄必叫 否则不是喷就是气 二 对于视台独为纲领 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来说 在政治上 从一开始就自断了 与大陆中央政府对话接触的后路 根本没有后退的余地 再说了 他们不想退也不敢退 有的只是疯狂挑衅 三 蔡独受到美国可能有换人考虑的自己 看看一段时间以来 韩国瑜的表演 郭台铭高调气商从政的言行 大家就应该明白 美国有可能想换掉蔡独 我们说的只是有可能 为什么会有这种推测呢 大概的原因是 两年多来 民进党的折腾 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少实质的好处 也就是美国打台湾牌施压中国 基本没什么效果 如果继续操弄台湾牌 花样完尽的民进党就剩铤而走险一条路了 真到了那一步 台湾这个筹码对美国来说就失效了 美国面临的选择是 要么为了台湾跟中国开战 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是否承受得了且割过 美国肯定承受不了 因为这是灭军灭国之战 要么美国咽下这口气 让中国直接武统收回台湾 对美国来说 这是丢失亚洲军事霸权 甚至是世界霸权的开始 这个后果也是美国不愿意接受的 当利用民进党玩的花招 压服不了中国且有失控的危险时 美国就顺应台湾所谓的民意 从民进党这个频道切换到 国民党或独立的第三方人士 就这么个套路 不同不独才符合美国利益 现在在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 与大陆中央政府拒绝与其对话 台国民党那些台面上无金无骨的男人们 已让大陆中央政府失望透底 大陆不反感的人 美国又不可能让他上位的情况下 美国有可能把一个党派立场模糊 政治色彩较淡 大陆中央政府不怎么反感扯线木偶 推到前台 成为台湾地区下一任掌权者 郭台铭已辞去鸿海集团董事长一职 看来美国考虑换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可能正是受了这样的刺激 蔡独才在两岸问题上疯狂折腾 不停挑衅想以此换取美国的青睐和支持 赢得2020选举继续掌权台湾 虽说美国控制着台湾的政局 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生态 但美国控制和影响台湾的目的 是为了遏制打压和围堵中国 为自己牟利 所以美国绝不会让台湾的某一党派 或政治势力绑架自己 更不会允许他们挑衅大陆中央政府 让台海局势失控 彩虹线触发中国武统条件 把美国拖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 所以蔡独扑咬大陆太猛了 美国会收紧链子 历生呵斥蔡独当局 当年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所以敢折腾 这与美国的幕后怂恿和支持 有着直接的关系 没有美日 尤其是美国的命令 借这帮孙十个胆 他们也不敢挑衅 而当时在政治和经济 包括军事上 难与美国抗衡的尴尬现实决定了 面对美操控下台独的闹腾 中国这边只能选择忍 今夕已不同于20年前 甚至是10年前 对于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 政局的变化 真没什么好担心的 台湾政坛再怎么折腾 冲击量也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 台湾问题的变化 主要看中美国益的走向 逼不退或拿捏不住美国 台湾问题基本无解 台湾那帮追使逐策的政客 也会一直折腾下去 反之台湾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请俩试试过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